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 掌柜出来了 商人又拉住他一番理论 只见掌柜扫了一眼茶叶 淡淡说道 您说得很对 这就是普通的散茶 对方终于心满意足 大笑而去 火计难以知心问掌柜 您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明明是他不识货存心找事啊 掌柜解释道 这人既然不懂 你自然无法说服他 看他怒气冲冲 再争论下去 你们只会打起来 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想想确实如此 你绝不能靠争论就能改变一个人 就像你不能让桃树接礼 也不能让梨树接讨 不同层次的人 不与其争论 无关紧要的是 不必费心辩解 格局大的人 不在意眼前的输赢 也不将自己置身是非的漩涡 著名画家黄永裕 与另一位造诣颇风的画家范增很合不来 范增脾气火爆 多次在各种场合大骂黄永裕 甚至在自己的画中 把黄永裕丑化成一条狗 他还写各种批文 对黄永裕大家讽刺 言辞之间 火药味十足 但黄永裕却鲜少回应 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最新于自己的创作 老子曾说 善柔者不变 善胜者不争 境界越高的人 越不爱成口舌之快 也不在无谓的琐事上消耗自己 而是默默经营自己 守住目标 朝着心中的圣地笃定前行 遇难不回避 主持人白岩松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 他曾让自己的学生 选出道德经理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结果 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第23章里的这句 飘风不中招 咒语不中日 当生活的苦难剔头盖脸 砸过来的时候 你会以为世界末日都到了 但当你咬牙成瘦 暗自努力 狂风骤雨过后 天空也会重新放晴 不久前 长沙51岁的外卖小哥摇智刚火了 生命前半段 他是风光的银行行长 后来一次创业失败 他赔上了全部家当 流落异地 靠送外卖银生 一身黄制服 一辆小摩托 一个送餐箱成了他的新标配 从天堂跌落泥地 背负着的巨大债务 他一度心如死灰 换作普通人 可能就贪坐在地上再也不想起来了 但他没有自认自义 而是一腔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 一开始 因为不熟悉地形 他经常跑错路 后来每次送餐 他都会记下商圈的位置 在脑海中预演各种路线 他还自制了一张取餐图 把附近的几百个商家都做好了标注 入职的第一个月 姚智刚就送出1580单 成为名副其实的单网 第四个月 他成为了配送站的站长 面对采访时 姚智刚笑着说 人生的下一个目标 他想升职当区域经历 创业失败 陷入人生之暗时刻 再到峰回路转 生活出现新的生计 回望这一路的经历 姚智刚坚定地说 跌倒了不可怕 只要能爬起来就行了 人生不止一种定义 大不了重头再来 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 用他的智慧和坚韧 为生活打开了新的一片天地 作家老杨的猫头鹰说 人生像是蹦极 从纵身一跃再到自由落体 每一步都很难 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 但自始至终你都很确定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啊 生活特别仁慈的地方就在于 他会给懒惰逃避的人以借口 也永远会给自力更生的人以入口 人有逆天之时 天无决人之路 恶者抱怨 始终被困 强者自渡 终有出路 真正厉害的人 都能在苦恶中磨练出强大的生命力 欲挫不责人 成功教育之父卡奈基先生 有次参加一个演讲会 谁知他取出演讲稿刚读了几行 台下便爆笑如雷 原来是秘书装错了演讲稿 他强忍尴尬 让自己迅速平静下来 然后幽默地说 演讲之前 我先跟大家开个玩笑 接下来 正式开始 接下来 他凭借自身的储备侃侃而谈 化解了这次小危机 演讲结束后 塔奈基只是以轻松的口吻对秘书说起 我今天原本要讲的是 如何摆脱忧郁创造和谐 但读的却是一段 如何让奶牛产奶的材料 不过 你使我自由发挥得更好 言语之间 没有责备 有句话说 责人不必磕敬 磕敬则重远 德心深厚的人 往往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懂得在宽容中修炼自己 曹德旺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自己当初走出老家 是被村民打出去的 但他自始至终 没有对村民们打击报复 反而在创业成功后 每年投入五十万建祠堂 修路 建养老院 尽力改善村民们的生活 有人过意不去登门道歉 他却白白手说 其实我很感谢你们 如果当初不是你们 我不会跑出去 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有句古话说 唯宽可以容忍 唯厚可以在乌 宽容 是一种气度 更是一种格局 能容忍别人的过失 才能拓宽自己的心胸 装得下别人的过错 才能更好地聚拢人心 电影《阿甘正传》里说 人生是一个不断剔除的过程 慢慢知道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当一个人见过高山大海 眼前的是非便渺小如沉 别人的过错 眼下的得失 当前的困难 无异不是磨砺自己心性的基石 真正的格局 不是强加于人 不是霸权主义 更不是道德绑架 与事实为准 错就是错 过就是过 不承认过错 漫天过海 走极端 如果没有接受事实的勇气 只会自欺欺人 弱者抱怨 始终被困 强者自渡 终有出路 这句话 我十分认同 有时间抱怨别人 还不如学习 怎么样提升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还记得赞了好久零花钱 为你买的球鞋 现在一定很久 颜色泛黄 再不符合今年的绚烂 还记得毕业那天 和朝时 你偷偷站在我身边 那时的你 那时的你不懂人生无奈 我也还没学会 叹息和失眠 青春没等我们反对 就一下子跑远了 有时候 有时候站在熟悉的街道中间 往事回忆默默温柔浮现 初恋的情人们 还守在一起吗 或许也和我一样过 别样的人生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